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9月8号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记得9月9号是柔佛的酸蒲笋 然后记得9月9号各大电商平台 这一次9月9号的offer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趁着9月9号 在柔佛电商平台买到便宜的东西 之前的节目我就讲过了 到了2030年 马来西亚人的月薪 薪水的中位数 要达到4,510块 就是4,500块 但是你不要高兴到太早 假如你到了2030年 你的薪水才4,500块 我跟你讲 你根本活不下去 到了那个时候的4,510块 可能还是B40 B40的最下面 最bottom的那一集 我跟你讲 现在你可能会觉得4,500块 哎哟我的梦想 你的薪水我的人生 你的薪水我的梦想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不可能 因为到了2030年 你肯定你去街上吃 吃一盘炸菜饭 没有冷气的那种 茶水免费没有冷气的 那种经济饭炸菜饭 一叠可能就是28块 28块 就是大概新币 大概9块钱 大概美金6块半 这样子 用美金6块半 跟你讲 新加坡钱差不多要10块 就是那时候 一叠炸菜饭 差不多要30块 28块30块 最便宜也应该是20块 20多块 18块 20多块 这样子 但是呢 不是等到2030年 不用等2030年 现在 2023年 9月份 89月 开始 现在人家已经在外面 吃那个炸饭 吃到 28块半了 18块的很多 那种吃到10多块的 一叠炸菜拿出来 三叠炸菜10多块10多块的 现在是叫家常便饭 跟你讲 所以 其实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 我们就看那些有冷气的店 有冷气 一杯咖啡卖你7,8块 10多块的 一杯果汁卖你10多块 那种店 那种有冷气的店 为什么现在这样多人 高盆满座 你开那种店 现在生意好到不得了 因为现在那种店便宜 对呀 你跟我吃那种没有冷气的 那个炸饭 更贵 跟你讲 你又没有冷气 你一叠饭又10多块 但我不如去那吹冷气 吹冷气 那他有时候 也不过一叠10多块 真的 我昨晚我去那个基隆坡 最高级的那个西餐店 吃一碗素食意大利面 28块 但是现在人家吃一包炸菜饭 快老 28块半了 比我最高档的那个西餐店的还要贵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所以讲到最后呢 搞到最后呢 整个情况搞到最后呢 你看我停了几天不讲了 现在我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就是这些做生意的人搞的 所以我说你不要骂团队政府 团队政府应该骂他管三家管不宴 其实三家这么多他也管不了 你骂印度 那个没话讲 人家是刚看了 不下雨半年了 米种不出来要怎么办 骂老马 米是跟老马有一点关系的 这个是真的 还有怎么办 唯一办法提高收入咯 所以你现在你就要有 薪水4500块的工作 不要等2030年了 你现在就要了 至于怎么找呢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嘛 你要找那个 那种有未来的行业 新兴的行业 high demand的行业 不要做那些西洋行业 西洋工作 那种没有 那种你薪水不会上来的 那种未来新兴行业呢 你可能就有机会呢 4500块薪水 我以前就讲过了嘛 那现在的马币呢 100块呢 就当做以前 以前我小的小时候 那个10块钱来用了 以前小时候呢 我小时候呢 10块钱是很大的哦 那现在呢 100块的 哇呦 就像10块钱了 可能100块 你们感受不到 你们50块了 50块就当做10块钱来用了 大胆子涨到这样子了 所以搞到最后呢 实际上现在 现在的这个米所出的问题呢 哦原来是这个三家呢 在那边烧货啊 在那边乱起价 所以昨天 啊人家校团学政府啊 啊 怎么可以去限制人家 买100公斤 反正你人来买也好 三家来买 一两个来也好 你总之只可以买100公斤 买10包不了最多 是 原来是啊 人家加两三件 来啊 一次过买500包啊 一次过烧700包啊 下去啊 准备给他涨价 准备给他起价 准备各人民的韭菜 大各人民的韭菜 所以这些三家呢 最真正的 现在最回过手找到了 是三家 啊 不用怪印度 不用怪团结政府 有 at least团结政府呢 现在跟我们讲很清楚了 是真的人家洛里 在国内是烧500包啊 啊 at least政府知道 是有人干这种事情了 所以它要防止 那个大量盏货 啊 所以其实 其实有斩嘛 本地米是没有斩的啊 那个是进口米 进口是那个印度 撞不出来 那个没办法 那个那边进口米斩价 那但是呢 现在呢 所有跟米有关的 就是卖饭的这些三家呢 现在准备呢 进行一波呢 大割韭菜 准备来一波呢 大扫货 所以本期的韭菜人生呢 我就是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要 你们适而可止 就是要乱这些商家呢 啊 明白啊 做生意是长久咒啊 你这样子割 个人 顾客的韭菜呢 你割一次一刀十八块 一刀二十八块 没有了咯 没有下一次了 然后你也在Facebook出名了 人家就post到Facebook 登报纸上报纸了的 啊 然后没有下一次了的 然后你也准备倒闭了 跟你讲啊 你不如算正常的价钱 对不对 还有人的换鸟袋子 换鸟袋子 记得要坐牢啊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饭有多贵啊 所以我跟你讲 那些人家宁愿去那些店呢 做冷气啊 有时候还有音乐厅啊 在那边喝茶肝愿啊 然后茶贵一点肝愿啊 享受一下 那边的东西呢 我跟你讲那些店呢 冷气的店呢 他一叠饭呢 才十多块啊 十二块也有 有些很便宜的 甚至九块九都有 都有啊 现在你吃这个没有冷气的炸饭啊 28块半啊 跟你讲啊 啊 他午餐就吃掉30块啊 你要这样子罢了啊 28块半啊 现在不是等到2030年 知道吗 2023年已经来了 已经有人吃到了啊 你看你不要讲那个华人的饭 你看啊 这样的饭呢 啊 一般上我们去买这样的饭呢 七八块钱嘛 现在呢 十八块八 多一个一在前面 那已经多一个一的话 跟你讲啊 啊 这个不奇怪的 你看 也有人啊 这样的啊 他一分二素 那两素 两素一分嘛 两素一分 十三块 一般上这样子是七八块啊 我这边都是卖七八块 啊 这样子十三块 你看啊 你看人家涨的多次 这些是 新的啊 那个 东马的 东马的那边 哎 东马人啊 你们看看西马人的价钱啊 九块钱不要再 不要讲贵了啊 哇 他就是 哇 这样子九块钱 哇 上报纸 登报纸 登那个东马的报纸 其实 其实你们不要笑了 你看这个我给你们看西马的价钱 你们就知道了 有多可怕了 你看这个西马的五粮商家 啊 这个网民犯的二十三块半啊 这样子啊 啊 所以东马的九块钱那很便宜啊 我们西马人还 希望啊 我那碟犯哪个去算钱啊 希望他算我九块钱 九块钱 他躲龙哪回家 他管你骂多败一点啊 你看人家一碟二十三块半啊 你没有办法啊 比较旧一点的新闻呢 就有啊 这样子呢 三十三块 然后这样子的犯呢 上次闹得最大的风波的 四十五块 所以 因为这些案子呢 让这些商家呢 哇 现在想到了 大坎啊 各人民韭菜啊 这个 在新加坡做工的回来呢 他说 哇 这样子一跌十块钱啊 新加坡很便宜吧 三块嘛 新加坡吃 这种算很便宜的 新加坡是 大家都可以生存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现在是新加坡便宜 然后很多战放业者呢 还是有良心的 他会讲说呢 他们呢 米价斩了 是斩了 但是他们不想起价 然后也有这样佛形的 总之你十块钱可以买四盒 就是一盒 一盒两块半这个一保 还有这样的商家 也上报纸 啊 这个是好的商家 不是所有的商家呢 都这样子 啊 当然不能够一足干打翻整条船 但是呢 你们自己的村子里面的那群害群之马呢 搞到这样子呢 啊 怎样 因为你有人卖十八块呢 啊 人家就抬高了 哇 那个人啊 可以卖一包十八块啊 这样子我卖八块钱 我不是很亏待自己 我起两块咯 我就起到十块钱咯 啊 所以就整体来讲就是这样子的嘛 就是那个商家呢 在那边不断的起 因为人家商家 他们心理学学到很深的 各个心理学 PhD 博士啊 跟你讲啊 他知道吗 啊 我原本八块钱 我在卖你十块钱呢 啊 你最多跟我脸臭臭嘛 脸臭臭之后没事咯 最多上Facebook咯 两块钱你也不会去上盗纸找 暂停事吗 啊 不去找明镇档吗 对不对 啊 总之呢 他们就抓准这个心理了 啊 然后就这样子 能割多少就割多少 能割多少 韭菜就割多少 所以呢 现在那些杂幻店的很多了 我就注意它是黑店了 很可怕的 啊 啊 你要随时带着那个录影的 啊 这些店都很可能都是黑店 你进去呢 就一刀散你 散你这个一碟饭的 十多二十块出来啊 啊 反而是那种开冷气的那种 那种有冷气的店呢 哇 以前你们嫌它贵 现在呢 啊 他们还是更便宜啊 啊 真的是 所以 整体来讲呢 闹了几天这个这个 关于米的这个涨价之后呢 大致上整个情况看出来呢 就是这些呢 无良商家呢 在准备呢 哇 再准备大个一波那个韭菜 啊 所以呢 这一期的这个韭菜人生呢 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啊 如果遇到这种商家呢 记得呢 你不要安静 当你做安静 你像安静胆 这么安静的时候呢 你看安静胆呢 现在有讲话吗 啊 啊 你你现在这个炸贩卖这么贵呢 你不用找安静胆的 安静胆不会跟你出头的 那你找占天市找民政党还可以 是不是 还要不然找媒体找报纸在Facebook 啊是不是 啊 好了啊 大家觉得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讲的 你一定要提高总理 你现在一定要薪水去到4500块的 你要更没办法 不用等2030年 DJ是too late 啊 2030年呢 你一定要越路过弯 2030年你的薪水没有超过10千啊 我跟你讲 那时候你完全活不下去 那时候一跌杂菜饭呢 70块 780块 啊 现在都30块了 那时候一跌780块的时代呢 即将来临肯定来临 一定会来临的 啊 真的 啊 没办法的 啊是不是 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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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